像這個地方如果今天斜線不要是斜線,也不要是底線,因為看起來不好 所以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最後的格式,我不用這個方法 我希望怎麼樣?我希望這個地方可以用什麼格式化 像剛剛同學是說什麼?那個YYY就是那個年月兩個字 日也是兩個字的話,那其實很簡單 這邊可以用什麼?其實以後可以用查的 這邊有個什麼VBA的程式語言參考有沒有? 其實所有的函數都在這裡 所以你只要花一點時間找到函數 如果說你想要精進的話,你把A到Z全部看完 但不要背,不用叫你背 但是你要知道到底VBA裡面有哪一些函數 它主要的用途有哪一些? 第一個,第二個的話 學習函數怎麼去引用 看懂說明和範例 你就會使用了 不用背,但是你要會找得到 就像說 有很多的字你讀不出來 你小時候老師會教你查字典 你只要查字典 這個字不會唸 上面有註音符號 還有解釋 還有例句 那你就看懂這個字了嘛 對不對 那老師也不會說請你把 國語字典給背起來 沒有這回事吧 常用字背起來就好了 喊用字誰要去背那個字 可是我們這個地方怎麼做? 第一個就是 它是format 所以是F開頭 那你找到D到G裡面有個叫format函數 跳蚤應該會找到一個叫format 因為它按照英文這種排列 不過我覺得它這個還有一個缺點 我前面好像講過 它應該按照類別 文字函數一類 數字函數一類 或者是什麼 三角函數一類 等等的 它沒有 不過我發現 好像早期的那個 VB很早期的那個 說明檔好像反而有 新版的反而沒有 所以 我在網路上有放一個那個 VP6的說明檔 如果在 運期裡面好像不能開啟 如果這個 再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打開之後怎麼看 你會發現它這邊有相關說明 format 然後一個敘述 這個就是一個字串 format格式給它 那 怎麼用 它在下面有相關說明 而且格式化哪一些 日期 數字 日期 時間 都可以 OK 講完了 但是你不會用對不對 沒關係 請看 範例 點下去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請看 日期 format My day就是你給它一個日期 豆點後面就是加上什麼 你要的格式 那我們要的 跟這個可能比較相關 那實際上就是雙一個號 如果你要年月日的話 就是 四個Y 兩個M 兩個D 就好了 但如果你對這個不太熟的話 還可以有個方法 按右鍵 出成個格式 兩個相通的 比如說你要YY YYMMDD的話 其實從這邊也有 你可以從這邊 比如說你要找的比較接近哪一個呢 接近的是 其中一個西緣好了 假設這邊好像沒有 我找這個好了 找年月日 OK 那製定一下 其實這邊也會出現 有沒有 你就把這個改一下 這個MM 改 DD 這樣子 不過這個是西元年的 你可以找一個接近來改 也是一樣 類似 它其實就是YYMMDD的概念 那我要怎麼改呢 這邊注意這個地方的話 知道Format之後的話 把它包在哪裡呢 其實這個包在這邊也可以啦 最裡面 那我可以怎麼樣 因為有兩個 所以建議是直接包在上面 打一個什麼呢 Format 它進來的東西 我可以Format 刮符一下 然後它是斜線 豆點 給它一個什麼 Y 四個Y 兩個M 兩個D 刮符一下 再一個雙以後 OK 那Y也是一樣 所以這邊的話 把它加進來 一個刮符 然後後面加一樣 然後就是直接 兩個都格式好了 格式好之後的話呢 最後 這個地方 這個就不用了 所以 其實就不用repress 然後就直接 怎樣 直接S等於 介於 這個跟這個之間 所以後面這個地方可以拿掉了 假如這樣子的話 那如果你不確定 請你在 這邊設個中斷點 試一下好了 比如說今天 跑完之後的話 來試一下 執心 然後 假設是 2008年的 1月1號 我要找2008年到 2009年的 12月31號 那這個時候呢 我會給格式按確定之後 當你不確定的話 有沒有它停在這裡 有沒有放這邊看看 有沒有 2008年的 0101 有沒有看到 2009年的 1231 沒有斜線了 這個時候呢 就不用repress了 所以呢 如果你不確定的時候呢 有不要再放上去 基於 這個到這個 應該是你要的結果吧 對不對 然後你就直接把它再輸出 按一個 F8 看看有沒有錯 沒有錯 有沒有 就直接執行一下 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以后遇到问题的话 不要忘记上面有一个说明档 里面都有答案 当然他做的其实没有说非常的仔细 可是我觉得足够参考了 如果你希望在VB的这个程式设计 能够这边的素养增加的话 回家不要忘记 把A到Z打开来 稍微看一下 看一下就好了 不要压力的看 反正就是阅读 再不然的话 你到图书馆里面去找一本 VB6.0的 现在很旧了 大概十几年前的 VB6.0、VB5.0都可以 它也有里面有函数章节的介绍 你把那个章节介绍看完 跟这个是雷同的 那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 函数知道之后的话 第二个就是开发人员 刚刚是第三个 第一个里面有什么 物件模型参考 那里面的话我们会用到的像那个 比如说像Range 许词 假设是许词好了 如果你知道许词 这边的话找一个许词物件 有没有 那许词物件另外还叫 walk许词物件 两个 我发现两个好像雷同的东西 差一点点地方而已 那你想要知道它这里面到底能做什么 其实就是物件成员 就是包含属性跟方法 那属性就是它的外观相关的东西 所以许词能够做什么 就是方法 新增工作表 复制工作表 删除工作表 这个是什么 这个好像比较少用 移动工作表 列印物件 就是把整个工作表列印出去 预览列印 有没有 选取 好 所有 所以人家问你说 确实物件能做什么 就做这些 还没有更多 没有了 不会有更多的 因为物件 就是使用的方法而已 我们有点像是 使用你买来的零件 这个叫软体零件 你只要搞懂 这个软体零件能够做什么 基本上你就完全可以掌握了 也不会有更多 除非说你跟国外 那个第三方的 那种support的那种 韩式库 你就跟他买回来的 就会涨不一样 可以更多 所以以前我们公司也会买 因为台湾市场小 所以会跟国外买 比如说许词功能太阳春了 你要其他功能 你就去买那个 更厉害的许词 可能是加强版的 那他可以做出更多事情 所以会有更多方法 更多属性 使用方法都一样 所以买回来 我们就看一看 大概就会用了 那你也不用说在学习 反正就是 不是去记得什么 而是说你要去 会操作就好了 这个有点像软体的一个零件 那底下有哪一些方法 大概就是这一些 有没有 有个count 这个好像刚刚有用到过 然后诸如此类 上一层item 能不能被看到 有没有 所以你要不要把那个 某个工作表隐藏起来的话 非常简单 哪一个去词 对不对 点visible 等于什么 等于false false的话呢 就被隐藏起来 那被打开很简单吗 点visible 等于true就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物件使用方法都得一通 那有的物件里面说明很少 有的物件里面说明很多 那如果说你想要完全了解VBA的话 除了刚刚函数之外 把物件 也不用每一个 重要的 我们讲过的 比如说你想到的实体 eSale里面有哪一些 那个 Sales 就是说里面的那个Sales 对不对 不过Sales是一个属性 Sales是一个属性 像range就是一个物件 你就可以在里面找那个range 还有什么呢 像rows、column 或者是像什么worksheets等等的 这边都在这里 还有像我们常用的 像application 这边也都有 像之前有跟各位讲application 点击进去 里面有个什么 属性跟方法 没事的话 你就把它逛一下 然后呢 也不用说抱着好像很困难的 你就把它稍微走马看花 至少逛一逛 那以后的话 大概就比较清楚说 它有哪一些东西了 就有点像你去旅行之前 你先怎样了解一下 那个国家的大概 不然的话你到那个国家 你也搞不清楚 它有什么东西 那这个国家一定会有属性 也会有方法 属性的话 也许说它人口多少 然后呢 它有没有哪些资源 像我去韩国玩的时候 还好我是不是最近 最近可能就不会想去 之前去之前 其实我很喜欢自由行的原因 是因为 我不会想要跟团 因为我去之前 我会很享受做功课的那个乐趣 好花时间 比你跟团要花更多时间 但是你会甚至会去了解它语言 比如说它为什么会有艳文 为什么 其实他们很早以前都是用汉字的 那之后为什么都不用汉字了 他们其实是蛮可 应该 不能想蛮可 就是夹在两个 就是很强大的民族之间 夹缝中生存 所以他们曾经 等于是国家都不见了 然后呢 韩战的时候呢 又被瓜分成南韩北韩 上面是那个俄国跟中国 下面是那个美国跟日本 在那边 然后只允许有一个韩国 所以到底是北韩存在还是南韩存在 所以他们会想说 要不我就把你消灭 要不你把我消灭 所以他们现在还是处于那种敌对状态 所以是最近看一部电影叫什么 半世纪的谎言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上映 国外那个我把它下载来看一下 那一部真的拍得非常的感人 可以了解那个韩国的整个南北韩的整个过程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然后又到过韩国 感觉就比较可以知道说 原来为什么他们脸上都非常的忧郁 就是你在那个街头 看不到他们是很喜悦快乐 而是一个闷 但是那个闷又有点感觉背后是有一个历史的文化 不像说在 不过台湾也有台湾的文化 可能越南越越南 文化像越南那个南北也是一样 OK 那题外话 所以一样的道理 你去了解一个这个技术的时候 你也顺便了解一下背后 那你就会去很享受这个写作的乐趣 所以我其实我对这种东西 我是像来这边上课 我就觉得也是抱着一种 反正就是分享 也是用喜悦的心情 就是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东西 那尽量可以在工作 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尽量可以让各位在工作上面 可以享受那个工作带来的成就感 这个是我特别强调的 其实我之所以会不断在这方面精进的原因 是因为我真的比较喜欢那种工作带来的成就感 那你要怎么样在工作上面能够带来成就感 其实就是你要对一个工作 是真的彻底的可以掌握 而且真的可以在工作上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自然而然你就不是被工作给推着走的 而是说你要push你自己去做更多事情 也就是你不是说你被逼着人家做那些 你不喜欢做的事情 而是你做那些事情 实际上是你自己因为喜欢而去做了 反而得到的那个成就感跟快乐可能更多 那无息之中就是怎么样 自然而然就会获得一些应该有的回报 像我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子 很多时候我有些收入其实都不是我刻意去追求的 而来的那个感觉 就会格外的感觉 怎么讲 特别有趣 不是被逼的 有些人这个很难叙述 不过都是智慧才 透过什么 这些像video影片 就放google 他也会每个月 一段时间会给我一笔金额 这个金额也不算太少 然后还有一些创作 像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创作 比如说我今天要写一个东西 别人可能要花很久才能完成 可是你要告诉我 我可以保证让你可以把结果做出你要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工作带来的成就感 还有像这种这么难的课程 居然也可以吸引大家来上课 这个我也觉得很妙的 甚至这个很难 这个东西是一个专业了 对不对 你如果可以把这东西做好 我就讲已经是不简单的事情了 所以可以把自己 把大家带来这边 可以学习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蛮特别的 OK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大概就先讲到那个查询系统的这一部分 那下个礼拜的话会继续讲那个批试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不只一个条件 大量的 你希望反正给我给一个清单 自动帮我全部查完 然后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 再来就是从网路上捞资料了 捞资料部分的话 也许你自己有没有放一点东西在云端上面 你可以把它捞下来 那可能就可以舍弃掉那个资料库这一端了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 我们如果第一次下载一些资料的话怎么做 比如你有很多网址 你可以一下子全部都把资料通通当下来 另外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个范例是 会去捞雅虎股市的 雅虎股市我之前破解的方法是用那个JavaScript关闭 后来网路上有人看我的影片之后 发现他最近试了不行了 因为雅虎股市的工程师也有看我的影片 所以他就知道说不行 那就把它关掉 后来没有关系 这倒高一尺磨高一丈 后来我要想一个方法 好没关系 这个部分的话下个礼拜再跟各位介绍 没关系 就是他那个地方不行 没关系 我又用另外一个方法还是可以破解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有点在角力 我也是在合法的状态之下 我没有去侵入到你的系统 但是我还是可以把你的资料捞到 这个就是 如果这个有时候会有一些变动 那这个下礼拜再来跟各位分享